画面中一名白衣男子走到建成圆环 跟中年富人进行面交 完成后突然被压制在地 原来面交的富人日前接到诈骗电话 立刻报警并且配合警方办案 把车手调出来 21号中午相约取款 车手取得74万元后 警方蜂拥而上 车手乖乖束手就勤 这段录影画面 其实是一名休假女警拍的 她恰巧就在交易地点旁健身 位于制高点的她 立马录影搜证 并且通报现场埋伏的同仁 顺利逮捕诈骗车手 诈骗车手竟然是未成年少年 她利用暑假打工 透过通讯软体 联络时间地点后前往取货 一次就有3000元的报酬 被逮后是后悔莫及 警方也呼吁年轻人 打工要千万小心 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手